自己身体健康 我知道了 我也是福建的 花甲不行 花甲今晚上要给他烧熟是吧 好的 我带我自己去烧好吧 有没有指书什么是指书啊 天龙不要炒太久 对天龙不能炒太久 天龙如果炒太久他就吸不出来了 那个花甲是咸水的 用大水一样 会死死啊 这要生好的好的 别喝酒了 知道了 不喝 医生说我也不能喝酒的啊 啊 啊 我刚还有事情跟你说一般都还没说完呢 你过来吗 你过来我跟你说吗 你过来一下 啊 你怎么不开心呢 帮哥注意身体 帮哥是个有故事的人 没什么故事啊 我只是一个不无通通的人 放点菜油在里面 放点菜油在里面 变盐水让他爬一下 明天煮是吧 你就是盐巴 就是放点 放点水进去嘛 对不对 放点水进去 然后加点盐巴 对不对 主播今天家的门 没有给主播点关注 给主播点个关注 好不好 这里有红色的哈 红色的星星点一下 帮主播点个关注 好不好 点点关注的 今天还没有给主播 还没有给主播 亮灯牌 给主播亮灯牌 好不好 有没有新的运户哈 有没有我们 有没有新的粉丝 我问一下 我们现在直播间 1400人 1400人 有没有新进来的 直播间现在有1400人 有没有新进来的 有没有新进来的 在直播间扣个1 好吧 我看一下有多少新进来的 房哥好帅 要包括自己 就不帅了吧 我感觉我跟阿尔在一起 我都 其实真正的在 我跟阿尔在一起的话 我是有点自卑的 西瓜姐姐 西瓜姐姐 加菲 宝 你们都是新的是吧 都是新新加的是吧 有约能 有约能 你能不能帮我点个关注呢 然后我们点了关注的 那么在这上面 就是花一毛钱 只要一毛钱就够了 一毛钱 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好吧 成为我们成为阿尔的两家人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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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粉丝团 我们是浙江人 人生鲁梦 你是浙江人 浙江我也去过好多次 反正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 谢谢 谢谢1 谢谢11 是没事 啊 我知道这个东西 你你呢 我帮你呢 我帮你呢 你带你聊天 速度 我是福建人 那就是凡哥的老乡 凡哥老乡 昨天哥姐说阿姨 来你们 你是浙江宁波的 你们都来自于哪里 都来自于哪里 有没有我四川的 哥姐说阿姨 有没有我四川的老乡 有没有我 有没有对我死川的 有没有对 我们死川的 死川的口口 有有 死川的死川的 来我们死川的口给一 死川的口给一 我看一看来 四川的扣个一我看一下有有有多少四川的 四川的扣个一把一一乘起来 又没得死川嘞死川嘞死川嘞怎么这么多卡了 刚才想信息过来卡了的可以了吗好嘞 可以了往上 是福建福州的 福建的有多少人 凡哥老乡有多少人福建的有多少人 凡哥老乡有多少人 我们四川的最多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四川最多 不是啊 我看了后台是广东的最多啊 我们我们直播间应该是广东的人是最多广东这家是最多的 广东这家是最多的哈 好我们我们要不比一下福建扣二好不好 我们广东扣一福建扣二好不好 四川扣三四川扣三好不好 广东扣一福建扣二四川扣三四川扣三 其他扣四 估计是福建的最少 一一一 三 一三 一三 有回应是吧 有回应可能是我 我那个 你干嘛 你干嘛 桂林 桂林是广西的桂林是其他 其他扣四呗 他老板 怎么回事 你刚刚看到我的时候不是挺开心的吗 为什么现在感觉有心事一样 怎么了 没有啊 你是谁跟你发信息的吗 没有啊 为什么感觉你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你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啊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了 你到底是不是身体出什么毛病了 是我身体能出什么毛病啊 什么想知道你是不是身体出毛病了 还有还是你哪里怎么了 那我如果身体出毛病呢 我说如果 那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不敢出毛病 我要我要是有什么问题了 你怎么办 以后谁来照顾你 对 道夫你们几遍了 用户8639 我打字很慢的 没有看到飘的太快了 不好意思哈 我待会慢慢看 你刚刚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什么 你如果这辈子都不能娶我 我会不会怎么怎么样 你是怎么了 等你蛮网我再说吧 等你蛮网我再说吧 你是 属于放你不开心的信息的吗 没有 我在想你到底是怎么 我呢 如果我们就这样子 你会觉得有点遗憾 啊 就这样子嗯 为什么一定就就这样子呢 那你会不会遗憾呢 我不会啊 你不会就好了 你不会那我还会什么呀 对吧 我又不是没有结过婚 又不是没有生过孩子 是不是 你说对不对 我刚刚不是又没有怎么样 我刚不是问你吗 我们能死多久 你讲不出来 差不多一年了吗 如果明年我们还是这样子呢 那你觉得明年这样子怎么了吗 什么可以做诗馆 咱们有心事反正绝对有心事 绝对 他有心事不是说他搞得我都有心事了 搞得我都有心事了 那他又不说房总不要太急 没有 我叫十三就好了 我 相信只不见得家人们大多数 应该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年纪应该都比较大的 你们应该都是三十四五十五六十的 你们都是我的哥哥姐姐或者叔叔阿姨 你们就叫我十三或者叫我房哥就行了 房哥就是他们都叫我房哥所以 所以这么叫 现在是有点像外号一样哈 你们可以叫我房哥或者叫我十三就行了 啊不要叫房主 房哥是爱你的 说暖心的话 不要说伤心的话 对房哥 身心不好 房哥想结婚吗 房哥想当爹了 我如果说我想当爹了呢 嗯 这什么意思 我如果说我想当爹了呢 我刚不是说如果明年我们还是这样子的话 我刚也说我说如果这辈子我都不能娶你的话 你也不会怪我 你看你又又在说 你到底怎么了吗 你去回答我 真的你不要一下子回答我 你认真的 生死熟虑以后回答我 那如果说是我是这样子 你你会不会呢 什么意思你这样子 你不是说你 像你应该求婚 相爱就要相守一生 只会心爱的人 对的 很爱房哥 就想反而表个态度 我刚刚看到好多啊 我刚看到好多就是我们的粉丝家人吗 就是你们还没有进入我们的粉丝团的 我们还没有进粉丝团的我们点这个小环境好不好 我们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好不好 我看到好多招用户4048 啊还有女人员 啊不是女人员已经进去了 然后还有还好多个就是没有加粉丝团的我们加个粉丝团好不好 谢谢哥姐加一下粉丝团哈 反正你到底怎么呢 你让搞得我真的很 你身体是很严重了很严重吗 什么我身体很严重 那你干嘛一直在说这样子的话呀 那我问你我我现在想娶你我能娶吗 你这不是明知过问的吗 不能去对吧 明年呢 还是不能 但是我真的我没有觉得怎么样 可是 我总是觉得 自己亏欠你了 其实有 直播间的家人们应该大多数也也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情况 然后但是 我像阿尔说的我身体不好其实我身体其实也是不好的 我去年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来 去年一段时间我回去了我没有来 然后我还叫了 阿龙叫老木 来照顾阿尔 其实 其实其实我走的时候我就跟阿尔说的我说我一定会回来 去年我走的时候我跟阿尔说过我一定会回来 可是阿尔 还是等了太久了 他他他以为我不会来了 他他就要去重庆打猪鼠呢 啊 说话有回应怎么一直说有回应呢 不会呀为什么会有回应呢说话有回应吗 我刚才已经那个已经我刚才牛麦的话可能在很近 是会有回应的 现在没有了 没有回应吗没有 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吗 我当时 我当时说我回福建 我说我会回来看 我说我还会回来 阿尔问我要会不会回来 我说我一定会回来 我就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吗 有多少人相信我是会回来的 我当时走了几个月没有回来 有几个人相信我是会回来的 当时会相信我会还会回来的人 我们在直播间科科医好不好 你当时为什么走这么久又不回来 你当时为什么走这么久又不回来 谢谢大家 相信 谢谢 其实 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很多事情真的很复杂很复杂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是阿尔他有什么事情 还是我自己 有什么事情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会去解决 从那没有想过 要退缩 但是这里面 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知道你在这边等我 等了太久了 你怕我是不是骗你了 你怕我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在担心我会不会来的时候 可能我正在爬着 往你的方向在走 我不是不来 我是很难很难来 当时莫总也很喜欢 当时你说老莫是吧 喜欢阿尔的人很多很多 但是 阿尔说 他只喜欢我 对不对 这是我们谢谢哥姐吗 谢谢哥姐吗 啊 啊 嗯 我刚才说 喜欢阿尔的 喜欢阿尔的人很多 但阿尔只喜欢黄哥 是吗 可是 可是那时候 我很久没有来 我问你 你当时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再来 嗯 嗯你是真的觉得我会再来吗 对啊 可是我跟你说过我回来了 你不相信我了吗 如果以后我在遇到什么事情 如果哪一天我又遇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见不了你 或者我 啊 如果有一天 阿龙和老莫都喜欢阿尔 阿尔说就等分隔 啊 你怎么啦 你不要对着我嘛 我要是我要出镜的时候 我自己知道我要过去啊 嗯 你表情是怎么了吗 到底 哎 我问你哈 我又没骗过你 嗯 如果我没来到我是不是就骗你了 对不对 我问你 嗯 当时你是不是想 你当时是不是想试一下我 然后你故意说去出镜打出镜 就是要逼我来对不对 没有 不是 你是不是 真的要去打出镜 嗯 那你去打出镜 你不怕我来的时候找不到你吗 你又不来了 嗯 你又不来了 你又不跟我说话 你不是 当时打电话的时候 不是 我不是跟你说的 但是那么不是跟你说的我在医院吗 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我不来吧 我走的时候我又没有跟你说我一定会回来 嗯 嗯 嗯 只上嘴上说的好听 对啊 嘴上说的好听 身体出状况了吗 我不是身体出状况的哈 我是身体一直都有状况啊 二是知道的哈 但是我不想很多事情我不想去说 就像前两天爆出了一个 新闻 那个李文嘛 李文不是抑郁症 一个一个很大的明星李文嘛 对吧 表面看上去很开朗很活泼的一个性感女生 他前两天爆出他有那个抑郁症 然后已经那个那个了 已经不在了 所以 所以很多人特别我们面对我也我也有抑郁症 说是有抑郁症的人就不会有 没有 真的有 其实 因为我们面对镜头的话 很多东西是不能在镜头里面说的 怎么就像 就像李文一样的 他有抑郁症 他的 左腿 是有毛病的 从小 哎 怎么 野猫 你怕什么 我不在 我不在走吧 你要抓谁 傻瓜吧 那我就抓自己呗 那今天不知明天的事 嗯 对啊 我觉得 人生无产 真的 因为我从小生理不好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就我就面临死亡 我就 在死亡的病院 至少两次 就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生命可能 每一天都可能是最有一天 所以我我特别珍惜 我也从来不生气 真的我从来不跟别人发脾气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今天跟他发脾气的 可能明天 我不在了 或者他不在了 或出什么事了 我们就会后悔 所以 真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从来不发脾气的 是因为我看 看淡了很多事情 也看透了很多事情 我更知道 人生无产 我知道生命是很脆弱的 吓得我直接去抱枕头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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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当下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对 一定要珍惜当下 好高 所以我才问你 如果这辈子 你就不能嫁给我 你会不会怪我 如果我没出现的话 会不会 你就可以 把婚礼了 然后又嫁一个 很喜欢很喜欢你的一种男孩 是不是我出现 打乱了你的生活 毕竟我是一个汉地 我一种 珍惜眼前人 珍惜 我觉得要珍惜当下 真的 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 有一句话这么说的 谁都不知道明天跟意外 哪个先来 所以我从来都不可能生气的 我有的时候我心也会很急 我也会大声说话 但是 我只要一秒我就后悔了 我也很少很少大声跟人说 但是 就算 只有一次两次 我心里面都会 后悔 因为 真正 我看不上的人 我不会跟他大声说话的 我跟他大声说话 是因为 我在乎他 他影响到我了 但是也正是因为我在乎他 也正是因为我在乎他 所以 我不想 跟我在乎的人 生气 生命是很脆弱的 对吧 就算反而可以讲话怪怪的 我也觉得 我问你 啊 如果我们一辈子都不能结婚 就 只能谈